美联储局最新议息结果,一如所料继续低息政策,同时以基本可以确定,于2023年底前加息机会秒,意味低息环境持续,至于近期股市日升日跌,不少投资者趁机获利套股换楼,规备风险,为近期旺逸的楼市带来进一步提振作用。 3月份楼市食尽阳春旺逝,交投表现向好,据美联前线分行统计,十大屋远于3月上半月暂录得188宗交投,交二月同期大升六成半,若依此推断,本月二手成交量大有可能挑战约5000宗关口。 楼价方面,由于早前不少便宜价盘火速获承接,加上美联储已息后,尽管业主叫价态度转强,但仍无外买家入市之刚性需求,料首季楼价升约2%至3%,今期专栏谈谈最近较小业界中人谈论的租赁市场。 根据美联租金走势图显示,今年2月份已实用面积计算的私人住宅平均赤租报约34.24元,按月逐跌约0.1%,虽然租金已连跌6个月,但按月跌幅已见收窄,2月跌幅为近半年最少,若与去年同期相比,今年2月平均赤租按年跌约3.3%, 以目前的经济环境,谈论租金会否回升有点言之过早,但事依不者经验,楼价的走势会略先于租金。 换言之,租金上涨之前的几个月,楼价先升,反之亦然,官乎近月楼价确初现足底回升之势, 租金跌幅亦见明显收窄,似乎正在跟风,虽则租金现时仍未止跌, 但假如未来正式确立升势,配合低息环境于中期持续, 楼市又将如何,目前有能力买楼的租客为数不少, 他们手持足够现金入市,但基于现时租金低企, 故选择暂租静观楼市发展。 不过,当租金开始追落后,加上低息环境借贷成本低廉, 将家劇公平过租的情况,促使这一批买家转租为买, 松而增加对物业的需求,根据经乐案揭转介数据。 现时一般银行新造HON,实际按息约1.47厘, 低于封顶息率2.5厘103点指, 以贷款额400万元为例, 成造案揭年期25年, 新造HON计划的每月供款比封顶息率减少2004元或11.2%, 全其利息开支侧借省60.106万元或43.4%。 事实上,在低息环境下, 倘若入市时有一个相对稳定及吸引的租金回报。 无论用以投资或自住, 操作灵活之余, 亦可达到稳定地抗通胀之效, 为及楼价及楼市表现更加硬正。 感谢观看